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是谁啊 蓝俊的少年啊 怎么一下子就登顶了 他站下来了 哥哥 恭喜你了 青花 这是给我的 我又不认识别的神仙 不给你给谁呢 不过这东西不值钱 哥哥若不喜欢 便扔了吧 不 我很喜欢 谢谢 说起来 我都记不清我多少年 没被供过花了 既然哥哥收了我的花 那是不是也要实现我的愿望呢 你这么神通广大 还有我能帮你实现的愿望 那可不一定 世上有些事 不再神通广大也无能为力 那你的愿望是什么 说不定我真能略进绵薄之力 你要说的就是这个 你还想我说什么 比如 问我是不是人 为什么要问这个 没必要吗 有必要吗 你有哪一点表现得像个人吗 三郎 虽然你很厉害 但你真是我见过 毁装得最不上心的鬼了 那你明知道我很厉害 为什么还要跟着往下跳 难道你以为我往下跳 是因为觉得你很弱吗 那你为何要担心 我担心你 当然只是因为你 和你示弱是强有什么关系 而且 与人相交 看得是投缘不投缘 又不是看身份 我若喜欢你 你便是乞丐我也喜欢 我若讨厌你 你就是皇帝我也讨厌 不应该是这样吗 所以 没必要问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